鸡蛋煮也能年赚千万 有一个朋友他在一个温泉旅游景点买鸡蛋 半年就赚了两千万 这个鸡蛋号称是用当地最好的温泉煮出来的 非常好吃 有保健功效 包装的 很是漂亮 当我们购买的时候发现购买鸡蛋的人不是买两百个 就是买三百个 甚至买四百五百个都有 就在一个人吃五个 五个人也才吃二十五个 跑进去看才知道 哪些人付了钱在那里留名单留地址留联系电话 收了钱就拍拍屁股走了 没人拿着鸡蛋走 正正拿着鸡蛋走的没几个买的少的才是自己提着 卖多少钱呢 一个相当于人民币两块钱 我们都知道鸡蛋的成本差不多是五毛钱 卖两块钱那不是很赚 怎么可以卖的这么多呢 很简单 定位不一样 它的定位很简单 当地是旅游景点 每天有好几千人去他那里旅游 他把它定位成礼品 就是模拟老白金的方法变成礼品 去那边旅游的人都会买一点礼品回去 买礼品的有几个障碍点 第一 太贵了承受不起 太便宜了送不出手 所以温泉蛋是唯一的台湾特色 很便宜 两块钱一个 一盒二十一个才四十块钱 这个送出去既不降低档子 又这么差异化 而且还不用你拿 直接帮你快递寄到家 你回到家里 蛋也到家里了 四十块钱买一份非常超值的礼物 送给你朋友 有面子又省钱 所以那些旅游团每天都有人去那里亲自下单 我们经常说 某某人有眼光 这是羡慕别人挣了大钱成为富人 富人为什么能挣大钱 因为眼光 而眼光来自何处 思维 因为思维与众不同 所以才有了捕捉机会的眼光 很多人之所以很努力还是赚不到钱 就是因为不懂的开发大脑挖掘潜能的方法 求人往往甚长用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思考 没有深度思考的努力和勤奋是不值钱的 你认同吗 认同的 请点赞